中文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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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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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程式撰写的部分我们提供了解构化程式 把程式分析解析成三个功能 第一个是加工的模式 第二个是加工条件 第三个就是加工位置 然后程式就会完成 那在加工的部分 这台设备有提供温度补偿的功能 可以节省机台热胀的冷缩造成的误差 另外我们针对声孔薄片的加工 有一个新电源模组 可以让它声孔薄片加工更顺畅 特别介绍一下这台设备有温度补偿的功能 那我这个温度补偿的功能 在客户的厂房得到验证 因为我某一家客户他刚好有空调房跟非空调房的厂房 那我在非空调厂房里面装了这个温度补偿的机能 让它加工出来的机密度跟空调厂房是类似的 所以提供给客户另外一个选项 它可以不开空调 也可以加工出相同的机密度 然后让客户达成节能减碳 所以欢迎大家有兴趣可以来洽询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